大家好,我是小韩,欢迎来到民航十一 刚刚去市场,花了25块钱,买了一斤多草莓回来 现在呢,正是草莓大量上市的季节 那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草莓不一样的新吃法 顺便给大家分享一个清洗草莓的小技巧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草莓中呢,还有丰富的维生素、花青素、抗氧化剂 营养非常的丰富 口感吃起来,专中带甜,非常的开胃 首先,把草莓放入大一点的碗中 放的时候小心一些,不要弄伤表皮 然后加入清水 然后往里面加一勺可食用小苏打 小苏打的去味能力很强 再加一勺面粉 面粉呢,有很好的吸附作用 它可以把草莓上的灰尘和杂质很快的吸附出来 晃动,使小苏打和面粉融化 像这样一个一个的晃动草莓 在清洗草莓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些 不要把草莓皮弄破 防止虫暖清入到草莓里面去 放入另外一个碗中 再加入清水 加一勺盐 轻轻地晃动,使盐融化 加食盐呢,可以起到消毒和杀菌的作用 像这样,给它浸泡三分钟左右 三分钟后,把草莓控水捞出来 装入漏盘中 再用牛肉水,把它冲洗干净 冲洗干净后 像这样就可以直接吃了 平时吃草莓呢,一定要把它清洗干净 尤其是小孩子吃 清洗干净后吃呢 小孩吃着也放心 不用担心,烙肚子 接着,给大家分享一个草莓不一样的新吃法 把草莓帽给它摘下来 放入大碗中 到碗中浇两勺玉米淀粉 倒入两个鸡蛋 把它搅散,搅均匀 把它搅拌至没有干淀粉就可以 然后在另一个碗中,倒入两勺淀粉 再准备一个小碗 倒入适量的面包糠 然后把草莓放入淀粉中 裹上一层淀粉 再放到鸡蛋液中 裹上一层鸡蛋液 最后放入面包糠中 裹上一层面包糠 像这样就可以了 把它摆入盘中 像这样就可以了 锅烧热,倒入多一些的油 把油温烧至,插一双筷子 周围能够迅速起小泡泡 说明油温已经可以了 再把草莓一个个的放进去 先不用着急翻动 炸至一面定型后再翻动 炸至一面定型后再翻动 把它炸至金黄 像这样就可以了 我这里大约炸了三分钟左右 把它控油捞出来 加入盘中 像这样非常好吃的油炸草莓就做好了 做法呢,非常的简单 看看外酥里嫩 非常的鲜嫩多汁 吃起来呢,酥脆酸甜 非常的好吃 比炸香蕉还要好吃 这样做的炸草莓呢 吃起来酸酸甜甜的 小孩可喜欢吃了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吧 如果你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吧 我是小韩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